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做生意做买卖的 没有其他行业的 确实那个世界是一个学校啊 只有学 只有讲 确确实实是受放祝福 可以说在这个极乐世界建的这个学校 阿弥陀佛当校长 哪些人做教员呢 受放一切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常常到那个地方教许 诸位在这个经典里面细心去观察 极乐世界是个佛教大学 我们到那里去 不是为别的 是完成学业倒影 那个地方没有其他行业 也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学 我们这个世界大学科系很多啊 院系很多啊 他们那里没有 他那边教学的方法 实实在在讲 还是像中国过去传统 私俗教学法 你到那个地方去 老师是谁呢 你希望跟哪一个老师学 那个老师就在那里面去 你喜欢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天天来教你 你喜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没听教你 你喜欢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你老师 你喜欢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也是你老师 其他的老师 你看不到啊 你就看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天天教你 那个许多人都喜欢观音菩萨 那怎么办呢 观音菩萨随类化身 一个人面前变一个身 那叫你 无量无边身啊 你不要着急啊 你不要害怕了 到那的时候 见不到了 我想找的老师 见不到了 不会 他们有无量无边身 所以那个境界不可思议啊 西方极乐世界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到那个地方去求学 往生是去求学啊 人数啊 不晓得有多少 来自不同的世界 社方 不晓得无量无边 诸佛 每一天 不晓得有多少人 去往生 到那边去 那么去的人 程度不一样啊 跟隐形不相同啊 不是说 到那里去 阿弥陀佛 就跟你分班 你是哪一班 哪一班 不是啊 那不很麻烦啊 那是那么麻烦的事情啊 确确实实 随着每一个人的更新 等于说 到那去 通通是个别教学啊 所以你成就很快 你的心能转移 跟一个老师 学一个法门 那个大致上情形呢 跟我们古时候 祖师大的教学一样 祖师大的教学 都是无妨 西方极乐世界的 起来有字 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教导你 开悟 你一门深入 有这个深度 开悟 开悟之后 哦 你就广修多文了 那个广修多文 不是你想象得到的 为什么呢 你有能力 分身 你有能力 变先 无量 无变身 可以同时 到 释放 祝福 祂福 去参学 你去供养佛 供养佛说 修佛啊 不识供养啊 修佛啊 听佛讲经说法 正常智慧 佛会 双修啊 每一天都能供养 无量无边佛 听无量无边佛 说法 听佛养佛